身长2.7米,体重可达293公斤,因水中食物匮乏,竟游到岸边捕食细水的鸽子,甚至一度有吃人的传说,被列为世界第一大淡水鱼,巨型碾鱼究竟是何物种,又为何如此凶悍? 感兴趣的朋友点击有用按钮支持一下,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巨型碾鱼通常是指亚洲巨碾和欧洲巨碾,亚洲巨碾又称湄公河巨碾,平均寿命为30年,一般体长在1.3米,体重约120公斤,有记录最大个体身长2.7米,体重293公斤。 亚洲巨碾又体虚发达,拥有腮霸和扩大的牙齿,但随着年龄的生长,虚和牙齿会逐渐退化,亚洲巨碾生存适应能力很强,却因人类的大肆捕杀和水质污染,如今已成为高度宾为物种。 而欧洲巨碾就有着不一样的命运了,欧洲巨碾学名六须碾鱼,因上下河生有三对发达的处须而得名,体型略小于亚洲巨碾,鱼头宽扁嘴其大,或嘴中布满几百颗密密麻麻的坚持。 欧洲巨碾性情凶暴,尤其是在孵化期,会攻击所有侵犯者,甚至包括小船和永客。 欧洲巨碾通常5至7月产卵,产卵过程3至10天,每只可产70余万只卵。 巨碾成长极快,约4到5年就能发育成熟,平均寿命在20至30年,最长可达80年。 平时生活在水底,捕猎时先利用雷达般的触须探测猎物的具体方位,在悄悄靠近张开聚嘴一口闷,主要以水草和鱼卵鱼类等为食,但由于繁殖过剩和缺乏天敌, 水中食物已远远满足不了它们的口腹之欲,因此时常会将狩猎目标指向岸边的鸟类,特别是擅长捕杀喜欢细水的鸽子。 它们猎杀鸽子的手段十分高明,先悄悄游到岸边静待时机,等到鸽子主动靠近或不慎被水流冲到眼前时,便以迅雷之势将其拖进水中一口吞掉,捕食成功率甚至高达28%。 不仅仅是鸽子,欧洲巨碾还会捕杀鸭子等水鸟,如今在许多国家几乎泛滥成灾。 无论亚洲巨碾还是欧洲巨碾,因巨大又丑陋的外表,各地都有巨碾吃人的传说,并且还曾在巨碾的胃里发现过人类残骸。 不过经专家调查取证,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吃的只是人类的尸体,然而不管事实与否,巨型鸟鱼攻击游泳的人类却是不争的事实,也由此可见巨型鸟鱼的凶悍程度。 而亚洲巨碾已濒临灭绝,欧洲巨碾却泛滥成灾,大家觉得这种凶悍的鱼类是否应该存在呢?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点个赞,我们下期见。